在这五天出生的人,一定会老来福,老来富,老来寿,后半生福气满满。 农历3日,17日。 初三生日和17生日的人,命在长月宫,五行火土人期望,生在啥样的家庭之中都不要紧,他们自幼性格就比较从容,多半不是极性自,欲是能屈能伸,能忍得住一时辛苦,早年虽然事业不如意,但越到中年生意,事业就越好。 初三生人,上了年纪后财运更亨通,常有意外财,17生人,老来家庭几代同堂,幸福美满,寿命也绵长,因此这两天生的人,不在乎眼下不好,将来必定越来越好。 农历14日,27日。 14日生日和27生日的人,命在岳德宫,五行金水旺盛,招财之力亨通,14日生人,从小聪慧,智商过人,10岁就同小身边的人是五,因此能早日从容,心无负担,27日生人,多有风风火火的性子,但欲是总能化解,不怕。 怕过不得难关,人生在世也是一年忘过一年。 凡是这两天生的人,一年忘过一年,人到中年以前不得不发财,钱财是越来越不缺。 农历25日 25生日的人,有缘于财,运气齐佳,命在一马星加护之下,从小火力充沛,自信积极,他们喜欢充实的生活,做啥事业都能坚持到底,做到自己的最好,看似生活辛苦,实则收获极大,前半辈子再苦,后半生也想服。 25日生人,多半拥有相当殷实的中晚年生活,每个人都有中年,而他们的中年是事业上坡,受长安康,子女也享福,老来生活令人羡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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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